请劳动部许部长 洪伟好 那今天是这个新的会期 这个劳动部第一次来这个业务报告 那我想我今天就针对几个 目前其实观察到的一些劳动的现象来跟部长讨论 那第一个图 第一张图 这是这个主义总处新出来的图 新出来的资料 那这个是在这个员工的进跟退 就是进入职场跟退出的 跟这个进进入的人次上面去做了一个统计 那在109年的时候 第一次看到这个退大于进 产生的负值 当然我知道可能 洪伟部会解释说 这因为疫情的原因等等等 我知道可能会解释这件事情 但是我认为这其实已经是一个现象跟征兆 所以我就接下来必须来看一个问题是 那到底这些员工会不会回来 还是在疫情之后 反而在疫情以后的一些企业的形态 经济的形态 产业的形态 大家就不回来了 我觉得这事情是必须来观察 那我觉得这里面其中一个很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其实是我自己现在很关注的 包括是女性的这个育婴 包括什么兼顾育儿跟工作之间的问题 到这里面大概几个资讯 我想部长一定不会陌生 像这个这些财经的周刊 这段时间都不断在做像缺工这样子的 的资讯 那我认为这接下来一定还会越来越多 这当然跟台湾接下来经济有关系 再下一张 下一张这个是一个 这个卫福部 儿童及少年生活状况调查的一个 简单的统计 这统计里面 照顾三岁以下的儿童 遭遇的主要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没时间陪孩子 大概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其实很清楚 再往下 好 这张是 我觉得这个是想要特别来跟部长讨论的 部长这个 我们刚才都讲到说 这个女性的劳参率等等等 其实有改善 可是如果我们把女性的劳参率 用年纪把它分出来的时候 在这张图上面你可以看到 部长 你看到这个106年2017年的这个图 在这个图上最新的 女性劳参率的最高点 在25到29岁 那为什么之后就逐年往下 部长觉得原因是什么 可能就是育儿的问题 是育儿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看起来为了育儿而离职 离开职场的比率 其实从这图上来看 其实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 这比率越来越高 对不对 到后面也可能有顾老的问题 后面有顾老 但是我今天从25岁到29岁 我的劳参率将近九成 后面就开始往下降 这看起来就是育儿的问题 对不对 因为要育儿 所以必须离开职场 然后一路就往下去了 对不对 好 可是部长 这个问题 台湾是不是 只有台湾是这样 可能每个国家都会有面临这样的问题 部长 可以看一下其他国家 这全部都是劳劳部统计处的资料 我们其实在其他国家的统计里面 其实看不到这么明显的现象 美国 日本 甚至是韩国 台湾是比较 基本上 他到了这个25岁到29岁时候 几乎比较是持平的 没有像台湾 在顶点以后就一路往下 所以看起来 台湾的劳动的制度 包括产业里面的制度 确实造成我们的女性 在育儿的工作上面 跟她这个职业的发展上面 产生很大的冲突 看起来比其他的国家严重 部长同意吗 是 但是根本报告 其实我们政府也 正视这个问题 所以也在托育的制度方面 其实也做了很大的一些改善 部长我知道我们做了一些事情 包括这个托育的津贴等等等等的 刚才也讲到这些事情 我们都看到了 可是我要说的事情是 在这段时间里面 其实很多的学者 包括很多的机构 下去统计 遇到最大的问题 包括我自己身边 很多的朋友都一样 他们遇到的事情 确实是他们一个正常的 任职工作里面 他为了要育儿 他有很多临时的状况 要去处理 可是你要他请假 很困难 他有很多临时的状况 要提早接小孩等等 要去跟这个 这个托育中心等等 去梅合这个 这个对齐这个时间 都非常非常困难 好 部长 所以这段时间以来 一直有一个很多学界跟民间的倡议 是希望这个轻值假 也就是说 能够把育婴留停的时间 原本是六个月的总体时间 这总体时间不变 可是可以让请的时间 可以相对比较弹性 比较零碎 也许日为单位 也许以小时为单位 这个做法 部长 你的看法是这样 因为刚才前一张 对不起 是 我刚才综合讲下来的 再下一张 再下 下 下面 对 上面 对 这现在已经是我们大概看到 三大问题了 少子话是有的 女性劳参率在育婴后 大幅下降 缺功越发严重 而且这三个问题是互相加强的 这三个问题是互相加强的 少子话又会造成缺功问题的严重 我们明明缺功严重 可是我们却让女性 在她这个劳动的能力上 或者是她技能上面 越来越成熟的时候 她必须离开职场 为什么要这样子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尽力 去订定一个政策 让我们的女性 尤其是女性 当然不只是女性 她在育儿的工作 跟她的职业的发展 能够两全 能够让家庭 持续的保持双新的家庭 这相比于 当然我知道我们 我们给她的育儿的津贴 可是在劳动体制上面 我们能做出改变 部长 报委 我知道我们很多委员 这个倡议说 希望在比如说八岁以前 对 然后能够运用 这个两年的育婴流停 让她零岁化 来请假 那这个当然 我是觉得大家利益洋善 尤其对于育儿的年龄的父母 可是我没有看到劳动部 有很明确的正面的回应 我们目前因为 其实说实际上 我们在去年年底有开过会 我们邀请了劳资 专家学者等相关的倡议团体 也都有来开会 而且大家的意见还蛮分歧的 因为第一个会牵涉到说整个劳动力的调配问题 各位跟我一边报告 因为如果两年的育婴流停 它其实是730天 我们如果把它分散八年的话 等于每年平均是可以请91天的亲职假 对 那这个以台湾 我们97%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 也就是说30人以下 那这样的一个亲职假的一个申请 其实对它的人力的调配上 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 必须要去做一些克服了 那第二个 在劳方的部分 他们认为 如果我没有薪水的话 那我是不可能去请这个假 就是就像运营流停的总时数里面 运营流停总时数里面是一样的 所以运营流停怎么算 这就怎么算 这个因为你 其实你把它零碎化以后 那其实这个整个申请的人数 一定会大增 一定会大增 那我们曾经有统计过 假设这样子算的话 我们一年大概要180亿的 部长我对于你这个讲法 我是很疑惑的 大增就代表这个亲职假 相对是比较好用的 原本运营流停 一定就要几个月几个月这样请 很多人反应这是不好用的 所以他们申请的人数相对比例低 怎么会这个申请的人数大增成为一个问题呢 报告委 人数不是问题 我没有说人数是问题 对那你刚才说人数会大增 人数大增会造成 因为你刚刚讲到要从旧保 来支付的话 那整个人数增加的话 金额一定会增加 我们没有当然我们没有说不支持人数 当然我们认为需要就来请 当然旧福的部分 我先不论他旧保的目的 我就先以这个 如果人数大增 我们的那个旧保经费必须要增加 那这个一定会牵涉到要提升 整个旧保的费率 那这个旧保都是劳方跟资方 去要搅嘛 各搅一趴 那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我想 对整个劳资费率调整也要去考量 所以我是认为说 然后再加上 如果是自营作业者 他没有所谓的雇主 那他没有亲职价格 那这个整个要全排 因为我们不能只照顾 部长我同意你一个说法 我认为这不是劳动部自己的事情 我认为这不是劳动部自己的事情 但我说我 我先讲我的忧心 我忧心的是 这几件事情里面 目前都在一个结构的问题下面 越来越严重 如果要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有一个做法 如果相对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 如果一个做法或一套政策 相对能够去处理这三个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有比较好的条件 包括请产业单位一起来协助 当然我知道我们的这个经济的结构 产业的结构 中小企业很多 这都是我们限制的条件 可是如果这个做法是相对比较 能克服跟解决我们这些问题的话 我们是不是部长可以邀请产业单位 邀请经济部邀请国发会 我们针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相对的配套 因为你刚才讲的每件事 我知道都可能有些限制 可是都不是找不到解决的做法 都不是找不到解决的做法 但如果这个做法相对在其他国家来说 是相对比较有效的 因为我们的这个郁英留庭 这么的长这么的僵硬 其实跟其他国家来比 我没有把其他国家的数字拿出来 其他国家来比 真的是比较僵硬的 真的是相对比较不好使用的 如果我们可以改善这个问题 为什么部长不尽力的来试试看呢 方向委我们就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说不来研议 所以我希望你们去年底的会议结束以后 对不起我时间有限 去年底的时间结束以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来讨论 甚至把经济部把国发会都找来 再讨论说如果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那其他的部会 可以怎么一起来配合这件事情 因为这解决的不是劳工部自己的问题 也包括是其他国家发展的问题 好不好 我刚刚只是把说我们开过会 然后所了解 但我不希望部长只停留在那些 不希望部长只停留在那些问题 然后我们要想办法克服好不好 我想我们了解问题 那想出方法看怎么样让育龄的妇女 她能够兼顾职场跟家长 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是需要跨部位 所以这个要给我们一些时间 不好意思我时间到了 不好意思 整体的来规划 整体来通盘考量 副长这部分我们会再找你们继续讨论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生涵委员 接着请张艺梅